我做了一些事情 让你有所的体悟 或者是我做了一些事情 让你的人生起了一点变化 这是我觉得身为一个艺人的 一个意义跟责任 你只是因为 只想要在当下发一个脾气 可是你不知道 你发这个脾气 对那个人造成的是什么 所以现在我会时刻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再造成这种遗憾 其实现在你说要我 完全的不做艺人 然后当一个全职的妈妈 回归到很平静的生活 我觉得只要我心态上调整得好 我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小孩子慢慢会长大 然后我很希望能多参与他一点 他这么精华的一个阶段的人生 所以我从小我就认为说 我要在28岁以前结婚 不能太早 然后30岁以前生孩子 希望静宝赶快长大 我希望他赶快瞬间就变成18岁 我很谢谢我先生就是看到了不一样的我 看到了我的各种可能性这样 我有一次听他唱爱琴 我还听到哭 可是那时候是因为我第二天要考微积分 我觉得太难了吧 为什么人生要学微积分呢 现在不明偶像了 我长大了 这个就是成长的一个 变得没趣了 鲁豫飞赴台北探访陈佳化 私人定制台北一日行 如今已为人母的陈佳化 回忆起曾经产后生活的不易 又有何感悟 这一区是路比较大 我之前坐月子也是在那边坐 就在附近 因为离家也近 好 那个台湾特别懂怎么坐月子 什么的 因为我有朋友前一阵在香港生小孩 我还去看他 让他专门请了一个台湾的一个 一个户税月嫂 每天给他做 据说特别 养生 特别养生 但是就简直是难吃到 就一般人吃不了的 是吧 就是无胃什么 无这个无那个 但就是健康不得了 对 吃那个都变瘦了 但是现在也有好吃的月子餐了 是吗 对啊 其实都可以吃 有些人就会比较忌口 有些人要 比如说有些人要喂母奶 就很担心喝到会塞住奶的那种食物 就比如说一喝 一吃那个食物 奶就堵住了那种 就特别麻烦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没有办法 就是喂全母乳了 我第一个月是吧 第一个月 你就为了一个月啊 对 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本来想说至少喂半米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太辛苦 我受不了 而且我真的胸部会很胀 但是不是说 那个孩子吃母乳是更好的吗 非常好的 但是因为现在配方那也都非常的营养 然后我觉得 我认为啦 就是当妈妈的人 你不要勉强自己 如果这件事情对女人 这点我非常同意 对 我非常同意 我特别反对整个社会 就是说一个女人 你做了妈妈之后 你一定要喂母奶 你自我是必须要退到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不需要 然后一切是孩子 家庭就是 不需要 那个听起来 听起来非常的伟大 但我觉得那个不对 对啊 因为你 像我自己都会觉得说 如果今天你喂母奶 然后你的心情很差 然后你挤母奶很痛苦 有些人还挤到出血 你知道吗 因为可能奶堵住了 所以他就是挤到出血 然后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心情是很负面的 那我相信你的奶 最终会在孩子 最终会在跟母子的这种互动上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 所以我就觉得 没有必要逼自己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喂母奶 然后我觉得你就欣然的 接受这一切 但是心情一定要保持愉快 是 因为我一直坚信 有happy mommy才有happy baby 是 真的 特别重要 一个家庭的氛围啊 有没有爱很重要 特别重要 就是如果夫妻 总是在孩子面前 产生那种争吵啊 或者是很负面的情绪 其实孩子都知道的 当然 对 所以我像我跟我亲生 不会在小妹面前 不开心或干嘛 然后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让 就是我们会让进房子 叫爸爸妈妈很爱对方 然后我们家是 一个很有爱的房间 对 跟他对小孩子来说 他的那个叫安全感 就是那种特别每天 他就知道 我这个时间我要做什么 那种有规矩的生活 其实对他特别特别重要 对 歌手 像我就还蛮喜欢一个 吓到你了吧 主持人 我叫Ella 出道18年的陈佳化 有着各种标签 2017年 陈佳化生下儿子劲宝 如今 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她 又有怎样的改变 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有了小孩 你就会长大这样子 然后也会变得比较成熟一点 以前我是个不知道 没有耐性的人 脾气比较大的人 但是因为有了孩子 你就觉得自己的身教 非常的重要 当然你还是会偶尔忍不住 会吼他个一两声这样子 可是尽量避免这样子的 一个状况发生 我总归我回看我的人生状态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 非常幸运的人 而且我是个非常有福气的人 我也这么认为 所以我就很感谢 你每一步都没有走错 这也是不容易的 对 然后常常会问 人家问我说 你会不会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你就没有什么要后悔的 我没有什么要后悔的 我真的觉得 我如果后悔 我那个时候怎么样 可是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 可是我真的很感谢 我能够有现代的一切 这样子 那当然你看到别人的生活 是这样子 可是我所经历的一些辛苦 是不为外人道的 所以大家可能会不知道 我到底经历了哪些辛苦 我也不会真的一直 时时刻刻跟大家分享 一些负面的情绪 因为这不是一个艺人需要做的 艺人需要做的是 我把我表演工作做好 我传达一些正面的能量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 因为我们而得到一些娱乐 所谓的娱乐是 可能我做了一些事情 让你觉得开心 我做了一些事情 让你有所的体悟 或者是我做了一些事情 让你的人生起了一点变化 这是我觉得 身为一个艺人的 一个意义跟责任 这样子 所以我当然不会一天到晚 去讲我都不开心 这样子 然后我很感谢 很感谢我过去 过往发生过的所有的一切 可是我后来仔细想过 我真正会后悔的是什么 其实也是我长大了以后 我才感觉到的 我真正会后悔的是 我后悔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可能不懂事 因为脾气不好 然后我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展现出来 而且是不经过大脑 跟修饰的时候 或者是我刻意 就是我就把它发泄在 别人身上的时候 我对别人造成的那个伤害 是我现在会后悔的 你指别人 就你是那些工作团队 对 或者是说 我可能对某些人 或者是可能 反正亲密的人之间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那种伤害 因为它是一种精神上 一种寂寞 然后你会觉得 对他很抱歉 你只是因为 只想要在当下 发一个脾气 可是你不知道 你发这个脾气 对那个人造成的是什么 所以现在我会 时时刻地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再造成这种遗憾 不要有这种后悔 你知道我后来体会到的一个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今天发脾气 跟我五年前发脾气 其实意思是一样 只是因为我心情不好 但别人解读 其实会不同 他会觉得 因为你不是当年的那个你了 你改变了之后 你对我 这会是别人的解读 你会觉得很委屈 但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它本身也是个事实 你会说我内心没有变 我还是那个我 但很多时候 其实你已经 没有那么任性 去发脾气的那个权利了 就你必须要收一下 这个是我后来也意识到的一点 但是因为我觉得 可能我们也长大了 我们经历多了 也知道说 其实你发脾气 没有办法去解决事情 你只是一个情绪上的宣泄 然后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在于脾气这方面 我很感谢我先生 是因为我认识他以后 才知道说 原来我脾气真的是不好的 我真的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 这点你不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双子座 还是很有余自我剖析的 没有可能 我不会去承认你知道吗 但是面对他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 对的确我真的 我做很多事情 我就不会去想到我们两个人 而是想到我自己一个人 可是结了婚再也不是一个人 对然后还有 有些情绪 他会跟我讲 我跟他学习到的是 他的那种沉着跟冷静 以及他会先停下来 观察一切的事情 以后他再做下一个决定 但我不是 我会比较容易冲动 我就会觉得说 我一遇到一个这个事情 我就好像马上要做出 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可是那个时候 是不经思考的 那一种的反应 就很容易造成伤害 所以我觉得 其实也是因为 我渐渐长大了 我知道说很多事情 你不要急着去表态 或者是干嘛 你还是要真的要冷静一点 不要把一时的情绪 别让那个情绪 去影响了你的理智跟判断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自己 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有了小孩 你就会长大这样子 对 然后也会变得比较成熟一点 以前我是个 不知道没有耐性的人 脾气比较大的人 但是因为有了孩子 你就觉得自己的身教 非常的重要 当然你还是会偶尔忍不住 会吼他个一两声这样子 可是尽量避免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 所以自己都 很注意自己的言行 然后我们在谈吐之间 我们跟他 比如说看书啊 或者一些过程的互动的时候 我们都要告诉他一些正确的观念 趁那样子的机会 跟他 就是教育一下这样子 所以你就觉得 好像你时时刻刻都要端正自己的行为 你知道吗 然后像比如说我妈 因为我妈妈也很爱 讲一些就是 不正经的话这样 我就说 爸爸妈妈 你们在净宝面前 可不可以端正你们的言行 你不要跟我讲一些难听的话 就比如说 五四三讲那些 就是一些口头禅 骂一些小脏话那种 我就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他一下就会学起来 因为他真的一下子就学起来了 你说一个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 有了孩子之后 孩子会让他变得焦虑 还是孩子会解决他的焦虑 我觉得是看他妈妈的性格 对你来说 对 我觉得我 我变得没有那么焦虑 我是觉得 其实现在 你说要我 完全的不做艺人 然后当一个全职的妈妈 回归到很平静的生活 我觉得只要我心态上调整的好 我是可以做到的 你可以放弃艺人的这部分工作 只做一个妈妈 你觉得 虽然那会是一个 蛮未知的一个恐惧的状态 因为你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胜任这件事情 当没有人帮你的时候 但其实我就算不当艺人 我还是可以请一个阿姨 来帮我的忙 所以我觉得应该我可以 还蛮期待的 因为小孩子慢慢会长大 然后我很希望能够 多参与他一点 他这个阶段 这么精华的一个阶段 的一个人生 因为我希望我不想要 在他的这个精华的阶段 然后缺席太多 那个是谁来着 他说他家里面带孩子 一些很辛苦 很多人都觉得 妈妈出去工作 是很辛苦的时候 是我现在真发现 到剧组就像放假一样 因为我只要管好我自己 然后背好我台词 我背好我的戏 然后都有人在照顾你 很多妈妈都会这样讲 然后他们觉得 他宁愿上班赚钱 把钱交给保姆 他也没有办法 自己在家里带小孩 也有这种妈妈 就是真的会觉得 就是带孩子太累了 那种 就是你要去平衡他 因为我也不想要 我生了孩子 却没有时间 好好地陪他 因为我觉得那样 太残忍 太可惜了 生这个孩子 当然也有人这样 然后小孩子 还是一样长大 不一样的 小孩子会不一样的 对 但是他就是会不一样 而且你会错过很多东西 我特别理解 Ella说 她愿意放弃一人的身份 回到家庭 这也是我会接受的 一个选项 比如说几年前 我可能会觉得 这样的讲法 我不太理解 但现在我会特别地接受 我想任何一个人 到一定的年龄阶段 可能更多女性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选择 可能做了妈妈之后 更是会这样吧 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说 我要在28岁结婚 然后30岁以前生孩子 希望静宝赶快长大 我希望他赶快 瞬间变成18岁 我有一次听他唱爱情 我还听到哭 可是那时候是因为 我第二天要考微积分 我觉得太难了吧 为什么人生要学微积分 那我就哭了 现在不迷偶像了 我长大了 可是像我 我其实就是觉得 比如说我看着我爸妈 是这样过的 那我就觉得 我未来人生 应该也是这样吧 我毕而业 应该就是个上班族吧 朝九晚五的 能够赚的薪水 能够养活自己 家里贴补家用 这样就好了吧 我的从小的观念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从小就认为说 我要在28岁以前结婚 28岁结婚 然后呢 不能太早 然后30岁以前生孩子 这是我从小到大 从小的观念 但是你要我现在 去告诉年轻人的话 年轻的女孩 我就跟他们说 你不要急着结婚 30岁以后再说 因为我觉得30岁以后的女人 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搞不好更清楚以后 他不见得一定要结婚 我从来不跟年轻人说 因为年轻人不会听 真的吗 当然啦 可是我用你希望 说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 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 让他们不要走太多歪路 你知道吗 弯路还是会走的 是必须要走的 还是得走啦 对 因为他得走 他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 当然啦 你没走过 你怎么知道 那个是弯路呢 但是我就还是会建议 他们就说 其实真的不用急着结婚 然后也不要那么 真的是 好像马上要生孩子 或干嘛什么的 这是你的一个变化 你看几年前 你不会讲出 我会跟年轻女孩子说 你要怎样怎样 没错 这不是因为年纪的改变 这个就是因为生活 生活状态的改变 对 我经历过这些东西 对 真的是 因为其实像现在的 我的人生阶段 我就真的没有办法 去完成我的梦想 因为我曾经 我有跟我先生聊过说 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去流浪 我想就是背着一个 简单的包包 然后到处去这样子 这还是你的梦想吗 还是 我还是内心 有一个这样的渴望 所以我多希望 劲宝赶快长大 我多希望 他赶快瞬间 就变成18岁 然后我跟我老公 而且我流浪的时候 就不寂寞 因为老公英文和好 他就可以帮我 陪着我一起流浪 不叫环球旅行 对啊 就是环球旅行 我就想要 环球是这样 对啊 人都会有这样的梦想啊 对不对 尤其是当你什么都 不匮乏的时候 然后你有 已经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 然后家里都被你 安顿得好好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 就会回到自己了 对 我真的是蛮牺牲奉献那种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在演艺圈赚钱 努力工作这些事情 其实就是为了 让我爱的人 让我身边的人安定 我希望他们都安定 我才能把我的日子过好 Ella有一点 我是的确没想到 因为一般的明星 或者做偶像 明星做很多年的人 他其实是相当 以自我为中心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 不是说我这个人 很自私 很自我 眼里只有我 不是 他就更在乎 我的感受 我个体的感受 但我发现 Ella她还是 她意识到 我是一个资深前辈 我对于后辈 是有一些提携的 我的义务的 我会教导他们 其实她特别 明确的一个 这种责任感 你自己最近 循环的单曲是什么 就老听的一首歌 是什么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那个 Lady Gaga 她最近的那部电影 一个巨星的单曲 他们说这电影特别好 Brally Cooper和那个Lady Gaga 因为Lady Gaga本身唱歌 他们说Brally Cooper 以前是不会唱的 就以前不唱歌 他就专门学的 因为他如果不自己唱的话 他这个角色 没有办法去参加评讲 对对对 所以很厉害 他们说电影超棒 很好看 而且 就是这个男主角 为了这部戏 他还故意压低那个嗓子 整场 整个戏的过程 他在讲话的方式 他都故意 唱歌那Key都是要听的吗 对对对对 那好难 很好听 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是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跟我先生 对因为他就说 你看到我 You see the light in me That I couldn't find 就是你看到了 我的内心的光芒 那个是我没有看见的那一个 我觉得我很谢谢 我先生就是看到了 不一样的我 看到了我的各种可能性 这样 然后他这个歌也在说 我永远都要记得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为什么当初相爱 然后结婚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成立这个公司 一起做这个东西 这样子 最近一直在单曲循环 然后我在健身的时候 我整个是可以把英文歌词 整个都背起来 然后整个可以唱完 那种 太喜欢了 我待会回去要放一下 你知道我以前 我以前对Lady Gaga 没什么感觉 我也是 因为他出道 出道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一个人 就是靠特别奇怪的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像网红一样 后来发现他之前 他第一唱的还真的是好 然后还有他太有才华了 你做了这部戏以后 你才发现他真的 他可以跳脱 你可以跳脱他歌手 所以他慢慢真打破 我对这个人固有的一个 其实是成见 你都不了解人家 底下有一个偏见成见 然后他真的还是一个 而且他是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 很聪明 OK 你的偶像 当年的偶像是谁 现在偶像是谁 当年小时候刚出道的时候 我很喜欢莫文蔚 OK 然后还有孙燕姿 然后他也是刚生完 一个第二胎嘛 小女儿这样子 然后我就是很喜欢他 那时候的音乐 然后我都很爱 我都会唱 对 我也是他的歌 曾经一段时间 我几乎全部都会 然后每天不断的 那个循环那种 然后莫文蔚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他 唱歌跟表达情感的方式 很直接 然后他好像也是双子座 莫文蔚好像是 对 然后他早期在滚石 那些歌曲都好好听 我都好喜欢 我都会唱 我有一次听他唱爱情 我还听到哭 可是那时候是因为 我第二天要考微积分 我觉得太难了吧 为什么人生要学微积分 那我就哭了 然后现在有没有偶像 现在不明偶像了 我长大了 这个就是成长的一个 变得没趣了 你跟你老公在一起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沟通的一点 或者不能忍受他的一点 是什么有吗 还是这个人让我 简直欣赏到 无疑附加 没有一点是我 有时候他说话太直了 太直白的那种 OK 但是他 男的基本上 男的基本上都是很直白的 他没有别的恶意的意思 但是他就是有时候 说话的那种话术 他不懂得说话的艺术 这点他真的要跟康永哥 好好学一下 送他几本康永哥的书 然后他就是讲话就很直白 所以常常会让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像他 我觉得这种男性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的 他一般第一句话是好话 讲完之后 你把它给打断 因为下一句 基本上就不是 就不是你爱听的一句话了 可能有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他第一句话就不是好话 那我帮不了你了 你觉得你们家静宝长大以后 会做什么职业 你能看到吗 我觉得他可能会跟我们 做这行艺术相关的 基本上我觉得是 我觉得有 耳濡目染 真的是会影响 因为他真的音感很好 他很喜欢唱歌 然后我跟他唱的音 他其实都可以唱得出来 然后他平时自己会唱歌这样 然后他也很有节奏感 他听到只要有节奏东西 他都很爱跳舞 可是我觉得好像所有的孩子 对于有节奏东西 有音乐东西 唱唱跳跳 不是 还真的就是遗传 真的吗 你看我采访过的体育选手 这种顶尖的 奥林匹克冠军的选手 他们的孩子都是 现在就很小 表现出超凡的运动天分 所以我就觉得他很有可能是这个 所以你还觉得挺好 就是顺其自然挺好的 我不会去阻止他 但是我会去观察他的兴趣在哪里 他真的有兴趣在哪里 然后我会鼓励他 然后培养他 因为他如果真的想学的话 那我就好好的培养他 就专注在这一块 可是因为我觉得学习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因为坚持这件事情 所以作为父母的我们 今天孩子如果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要陪他坚持 不能够说 我不想学了 我遇到困难了 我就放弃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就是你要陪他坚持 然后告诉他说 什么是坚持到底的精神 就算他以后 他不走这一行 也都没关系 可是那个学习的过程 你要陪他坚持 最近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最近最期待 以及即将会让我很开心的事 应该就是我们要出去玩 你要带小孩出去 去伊兰 对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 十年以后 你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十年以后啊 十年以后 你别以为时间很长 我知道啊 我现在觉得一切时间都不长 好像 十年以后我48岁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退休了 但我不知道做什么 我一直想说 我退休后的人生要做什么 我有想过 我想要去学一些育儿的技 就是技能 比如说是一些教育 跟教育小孩的 又教的东西 跟教育相关的一些工作 有一点想要这么做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教育太重要了 然后如果我有好的 更多的能力 我除了把我自己的孩子 给教好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贡献 就是把别人的小孩 也教好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又牵扯到学业这部分 然后我就担心说 我功课那么差 我会不会考不上那些东西 上一个什么课程就可以了 对啦 我也不知道 只是可能到那个时候 我再去接触他 就知道说 我有没有那个门槛 会不会很困难 如果没有很困难 我只是去参与那个课程的话 那或许我真的会这么做 那要不然就是 我可能真的回到乡象 然后跟我妈学一个 做什么菜的一个伎俩 然后我就专门卖那个东西 比如说卖蚝啊米薯啊也好 这样子 那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 所以你怕有一天 被别人慢慢的慢慢的 好像淡忘吗 我好期待哦 好期待 如果可以真的完全被淡忘 其实也是很幸福的事啊 真的 跟你说完全 完全被忽视特别好 对啊 但最尴尬状态就是 一半一半 对 我觉得这是最尴尬的 但还好啦 因为其实你看像你常常问我说 我在台北生活 我会不会有什么 不方便 不方便 其实我觉得那是心态的问题 人生只能往前进 对啊 天呐我们聊好多 我们聊了好多 诶 这个是我要送你的 诶 谢谢 是你的唱片吗 对 就是这张专辑单曲 叫做 浑身试镜 里面的歌词就是 那个时候的我的心情 然后那时候你知道 这个这个单曲啊 我拍MV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怀孕了 我还在那边蹦蹦跳跳 哦 这个是你啊 这个是不是帅 特别 特别那个 哇塞 好心感 哇塞 没有你的顺势 哇塞 哇塞 你这个还是有一点 大家一定很讶异说 到底里面是什么啊 Ella讲成这样 哇塞 哇塞 不好意思 我自己人是比较浮夸 好呗 好呗 好啦 谢谢你们 好了 谢谢 辛苦了 谢谢你们 谢谢 好好的享受这个台北之喜 谢谢 好累 谢谢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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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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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